欢迎回来 日前多家美国媒体披露 美国政府将从德国撤出约27%的美军 周一德国国防部长回应 还没有得到美方证实 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表示 美国撤军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据报 据报 目前驻德美军约有34,500人 将撤离9,500人 德国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驻军基地 美国驻欧空军总部 位于兰伊兰 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斯坦 海军陆战队也在德国有基地 兰德施图尔医疗中心 则是美国最大的海外驻军演战医院 美国空军将军蒂莫西雷 之前曾表示 驻德美军多年来一直为北约服务 这是一个很古代的聚集 70年代的传统 与其他国际传统的价值 与其他国际传统 有很多文化的关系 美国总统川普鼓励北约盟国 增加军委之初 对德国不提高国防经费的作法不满 去年6月 川普表示将把1000名 驻德美军以防波兰 马歇尔基金办事处官员表示 两国关系达到最低点 2014年 北约盟国达成提高国防开支共识 2024年将经济支出2%用于国防 目前只有9国达标 据德国之声报道 2019年德国国防开支 仅占人民生产总值1.35% 据目标仍然遥远 新唐人记者妍希 综合报道 感染普桦 优优独川普 朱匙 杜邺